我们今天准备去延吉 在延吉过冬 过这一次的降温 现在从这儿离延吉 还有200公里 还要开三小时四十分 将近四个小时 走吧 Let's go 走了一节好路 进入334国道 然后去延吉方向 这边就开始了 全是冰封路乱 好在这个 有除雪的工人 产了一些灰 这黑色的这个渣子 不知道是不是煤渣还是啥 放到地上 这样增强摩擦 我现在就只能是压着这个煤灰走 我们这儿离这个延吉市 还有140公里 如果说这条路上全是这个样子呢 就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得了 现在不敢开快 越开越刺激了 开始上坡了 开始爬坡了 好在这个中间路段 就这条路 我们是吃着劲的 是有摩擦力的 还能够往上走 走了有小20公里的这个盘山路了 一路全是这样冰雪路面 对于我们的驾驶技术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但目前来说的话 没有问题 能够感受得到那个 哪些地方是打滑的 做到了人车和一 这种晒到太阳的地方 你看就化了 没晒到太阳的地方就 还是这个样子 咱们现在属于是翻了一座山啊 看已经快到山顶了 哇这边已经到达山顶了 这边有个观景台 但是不敢停车啊 咱就不停车了 景就不关了 直接走吧 我就觉得翻过山过来之后 这边的雪更厚呢 比山那边的雪还厚 现在山顶啊 对 感觉有点那种雪香的那个感觉啊 它那个雪泡泡的 上完山现在开始下山了 下山我觉得要比上山要 要危险一点 就是咱们车速还得放得更慢一点 不然身踩刹车的话 就车就开始滑了 像这个334国道上面 我觉得这个山上是很适合玩雪 喜欢玩雪的的话 可以来这个山上 但是没有信号这边 景色是非常的美 就是开起来提心吊胆 终于是找到一块可以停车的地方了 在这停车 正好有块干的地方 这样便于我们起步 然后这边也脱离了长白山 就是我们准备在这飞个无人机 给大家看看这边美丽的雪景 这路上全是冰 好滑 超级滑 路上全是冰 我们把轮胎停在这种干的地方 一会儿就好启动 我去这山上风好大 风太大 哎呀 好久没飞无人机了 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在边境上面呆着 边境上面就没法飞无人机 看上面 看上面显示的啥 电池需要充电 是不是太冷了 我去 怎么回事 这就有点尴尬了 对吗 电池瞬间没电了 它这个地方太冷了 估计零下十几度了 飞不了是吗 我再试下这块电池吧 要是这块电池也瞬间没电的话 那就是飞不了了 它太冷了 它就会保护电池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 przez这块电池也瞭 maior了 摸打电池最难找就just死它了 反而是原生嘛 你看自己疯狀鬼 阿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耗电 上去一下子没电了 一直是遭遇强风 我是顶着强风在拍 好了 我们继续出发 这个有点遗憾的就是不敢飞远 因为风太大了 这个山上 然后我担心这个电池像上一块电池一样 突然一下子没有电了 它没有电了会怎么样 它就会在原地往下降 我要是飞得太远的话 我就找不着无人机了 但是飞了飞 感觉还不错 突然雪景 还有这个盘山道 感觉都是相当壮观的 在上面是超级冷 真的超级冷 给我吹了呀 我在这飞无人机 无人机电池都被冻没了 忘记看了上面温度是多少 但是绝对是零下-10度以下了 咱们开了40多公里的盘山路 冰雪路面 现在终于是安全的下山了 山下就已经没有雪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海拔 我们刚刚在山上 海拔有1000多米 我在有信号的村庄看的时候 那个村庄是800多米 那我预估了一下 应该有个1012这个样子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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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了了 好多牛 哈哈哈哈 躲在这儿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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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货帅 。 我来 我去 我去 你思考 ,我去 背景 在这都打滑 车上去也打不打滑 这也 你看 车上去也打滑 我去 这也太难了 这太难了 这太难了 好了 这刘打滑了 我也跟他打滑了 车上去 走啊 加油 加油 走啊 哎 太考研技术了 这也 又是个上坡路 还是冰冻路面 又得让牛 又得走 太难了 太难了 别挤啊 别挤啊 我去这牛给我挤的 他们说完全不怕车 一点都不怕车 一点都不怕车 过分了你们 你们过分了 挤出一条路了 挤这边 挤出一条路了 我去终于是过来了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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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